爱慕的女神骗光积蓄后 我重生到十年前 看着她熟练勾搭各路男人 我冷笑着远离这个祸水 这一世 我要在古市里大杀四方 没想到女神见我冷淡 反而贴了上来 我直接丑惧 三年后 我炒股赚了千万 而女神 听说被油腻金主包养 豪门梦破碎后 她潦倒街头 还被关进精神病院 三十岁那年 我重生了 重生回到十年前 上一世 我的人生就是一部悲剧 父亲早逝 母亲独自把我拉着大 讨好当田狗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她又以炒股为由 骗走我全部积蓄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 母亲突发心梗 我东奔西走筹钱 却依然无力承担高额的手术费 最终 老人寒恨而终 绝望之下 我选择了轻生 从公司大楼纵身一跃时 我瞥见天台上 有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子 正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我拼命回想 却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 随后 黑暗笼罩了我 不知过了多久 我猛地睁眼 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的我还在证券公司工作 我惊乐地环顾四周 熟悉的办公环境 让我心跳如 我重生了 我的目光落在 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身上 那是柳如烟 我曾经的女神 此刻的她正已在茶水间门口 妆容精致 一身紧身的职业妆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她正和几个男同事打情骂桥 不时发出刻意的娇笑声 看着这一幕 我只觉得反胃 前世的我把她当成完美女神 现在才发现 她不过是个善于勾引男人的白莲花 想到自己为她付出一切 甚至断送前程 害死家人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光 我摇了摇头 和同事禽兽 一起走向自己的公位 刚坐下 就听到柳如烟和一个实习生对话 小妹妹 今晚陪我去个局备 说不定能认识几个大老板哦 柳如烟笑眯眯地说 眼中闪烁着脚匣的光芒 那个实习生看起来很明清 低着头 显得局促不安 我今晚有事 有什么事能比找个金主重要 柳如烟眯眯起眼睛 得罪我 你想在公司混下去可就难了吗 听到这赤裸裸的威胁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站起身 大步走了过去 柳如烟 你他妈有完没完 天天就知道玩这套 难怪你到现在还是个小职员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 我一个舔狗会突然插手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纪博答 关你什么事啊 你不过是我的跟班 在这发什么神经 我冷笑一声 你以为自己多混几年就成老板了 还搁这装逼 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吗 柳如烟被我说骂了一头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咬牙切齿地说 纪博答 你别太过分 你信不信我让你在公司也待不下去 就凭你 我吃笑一声 你算老几 我的画像一记耳光抽在柳如烟脸上 他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我 会这样对他说话 大概是我太不给他面子 柳如烟居然默默开始流泪 这时 几个平日里巴结柳如烟的女同事 围了上来 其中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指着我鼻子骂道 纪博答 你怎么回事 喜欢柳如烟还敢这么跟他说话 另一个瘦得像竹竿的女人也附和道 就是 你好歹是的男人 有这样欺负女同事的吗 臭不要脸 垃圾 畜生 我冷眼扫过这群人 心中只觉得可笑 前世我对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 总是束手无策 但这一次 有了经验的我可不会让步 正当我准备开口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我面前 是伊藤成 我们部门的组长 也是柳如烟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 不对 应该说是舔狗 纪博答 你发什么疯 敢这么对如烟说话 伊藤成眼中闪烁着胸光 换做前世 我可能已经怂了 但现在的我只是冷冷地注视着他 右腿稍微绷紧 如果他敢动手 我不介意给他来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让他尝尝下体剧痛的滋味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 红视禽兽及时出现 拉开了我们 都冷静点 别在公司闹事 到时候大家都有麻烦 伊藤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松开了手 他转身对柳如烟说 柳如烟 别难过了 以后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 柳如烟擦了擦眼泪 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不用了 他大概是工作压力太大 他故作宽容地说 但眼中却闪过一丝怨度 我冷眼旁观 只觉得可笑 不敢相信这种做作的表演 居然能让前世的我神魂颠倒 我再一次唾弃了自己以前的审美 只是伊藤成依然眼瞎 面对这种程度的表演 眼里都充满了心动的光芒 随着部门经理的到来 混乱的场面总算平息下来 我正准备回到公位 却被人轻轻拉住了一脚 回头一看 是刚才那个被柳如烟威胁的实习生 他抬起头 这才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 轻声说 谢谢你 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 顾由的疑乐 眼前的女孩皮肤白皙 睫毛纤长 好似一只黑色蝴蝶的蝶翼 有种单纯中带着魅惑的气质 最让我惊讶的是 他的样子异常熟悉 我努力回想 终于想起来了 他叫沈幼楚 是公司新来的分析师 据说业务能力很强 被老板重金挖来 但为人低调 不客气 我只是不想看有人坐摇 欺负人罢了 我笑着说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刚坐下 禽兽就凑了过来 几眉弄眼的说 哎呦 我们纪大侠这是英雄救美了 那柳如烟这么虚伪 你可别傻到往里面跳 要我说 沈幼楚就不错 人漂亮还有才华 我白了他一眼 少平嘴 赶紧干活吧 很快 部门经理走了过来 开始分配今天的工作 看着手中的分析报告 我不禁冷笑 前世的我 只顾着在柳如烟面前散发荷尔蒙 对这些数据和图表 简直一窍不通 后面为了追到柳如烟 我发奋图强 靠股票知识赚了钱 结果又被他卷走了所有积蓄 现在 这些报表在我眼中 就像一本翻烂的书 清晰明了 再加上前世对股票留存的一些记忆 我就不信我成不了股神 我开始专心工作 仔细分析每一只股票的走势 脑海中不断闪现未来的重大事件 前世某家科技公司 将在三个月后推出革命性产品 导致股价暴涨 一场自然灾害将重创某些行业 一项新政策将给特定领域带来巨大机遇 我全神贯注地整理这些信息 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重活一世 我可不能继续混日子 直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才回过神来 我抬头一看 发现正是柳如烟 他左顾右盼 生怕被人发现是的 压低声音说 我知道你是因为 我昨天把你亲手做的手工品扔掉而生气 但谁让你在办公室明目张胆送我 我不扔掉的话 要是别人误会我们谈办公室恋情 咱俩的前途可就毁了 我皱了皱眉 实在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送过他想念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为他付出的心血不计其数 而且大多数都被他视若无误地抛之脑后 当然 除了那些能给他带来利益的东西 这周末是我生日 我们去米其林餐厅吃饭 你也一起来吧 别生气了 好不好 他不停地眨巴那双话 有夸张眼妆的眼睛 活拖拖一个玛丽苏聚的女主角 在夸张卖萌 我对他的生日派对当然是毫无兴趣 但还是点了点头 笑着答应了 因为我永远记得柳如烟生日那天的情景 他费尽心思地讨好我 就是为了邀请我去那家高档餐厅 而且还是在派对快结束时才通知我过去 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让我买单 那时我刚入职没多久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万出头 为了给他庆生 我用了家里存款账户上的三万块钱 不仅帮他付钱 还给他买了个奢侈品包包 回到家后 我妈发现了 但没说什么 只是一个人躲在卧室抹眼泪 那天晚上我看到我妈愁眉不展的 不明白为什么会为了几万块钱如此烦呢 毕竟我工作几个月也就赚回来了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那时我妈身体有些不舒服 正要做个小手术 她为了瞒着我 这笔钱是她借了别人的 结果却被我拿去讨女人欢心 柳如烟见我答应赴约后 仿佛松了一口气 朝我妩媚一笑 恶罗多姿地回到了工位 而我痴笑一声 想把我当白痴糊弄 门都没有 很快到了周末 我和禽兽并肩走在写字楼门口 这时柳如烟不知从哪帽了上来 冲着我撒娇道 周末记得要来我的生日会哦 看她生怕我没记住日子 还专门跑来说一遍 不知情的人大概会认为她很有诚意 不忘来提醒我 我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点了点头 什么情况 禽兽凑了过来 压低声音说 前两天你还对她爱达不理的 怎么突然变卦了 该不会又被她那张脸迷住了吧 我冷笑一声 你想多了 她无非是想让我买单 你小子疯了吧 禽兽瞪大了眼睛 别犯傻了哥们 她不是个好货色 谁告诉你答应下来就要做 我挑了挑眉 禽兽愣了几秒 随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靠 身藏不露啊 不过这女人确实该常常记性了 整天在公司里勾三搭四的 我快恶心死了 禽兽竖起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 我倒要看看她到时候是什么表情 我只是轻轻一笑 没有接话 在十字路口分别后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回到出租 那是一间狭小的单间公寓 为了省钱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 直到后来才搬到离公司烧尽的地方 推开秀气斑斑的铁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简陋的折叠桌 桌面被擦得一尘不染 墙壁因常年的潮湿而发黄 看着这熟悉的场景 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母亲为了我打拼了一辈子 拼命加班累垮了身子 因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放弃治疗 我甚至没能如她所愿那样成家利益 反而选择轻生 想到这里 泪水不知不觉地划过脸颊 直到晚上九点多 我才收拾好情绪 给母亲打了个视频电话 那天晚上 我开始研究股市走势 认真梳理未来十年的投资机会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模拟交易 一直忙到下午 随便啃了几口冷馒头 就又投入工作中 直到晚上七点多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答答 我们到了 你怎么还没到 电话那头传来公愁交错的声音 柳如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飘忽 好 我快到了 应了一声 我便挂断了电话 伸了个懒腰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心里暗自冷笑 平时柳如烟都是直呼我的全民 只有在他需要我帮忙 或者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的时候 才会亲切地叫我打打 我掏出手机给秦寿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起来看好戏 他听后特别兴奋 说马上开车来接我 不一会儿 秦寿就开着他那辆二手风田 停在了我楼下 乐呵呵地朝我挥手 记哥快上车 我等不及要看那个女人当小丑了 回想起前世 秦寿没少劝我远离柳如烟 可我总是不听 现在看来 这家伙的眼光确实比我独辣得多 坐上车 秦寿一路急速奔向米其林餐厅 走进柳如烟收的包间 只见满桌的红酒瓶和餐盘狼藉 包间里约莫有十几个人 柳如烟正和一腾城挨在一起喝酒 见我和秦寿一起来 柳如烟明显愣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秦寿不喜欢他 没想到我会带他同行 但他很快又露出笑容 走过来拉着我往里走 这桌上的酒瓶少说也有七八瓶了 显然是派对快结束才叫我 还埋怨我迟到了 我不动声色地跟着秦寿坐进了包间 看着柳如烟不停地对服务员点单 这家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价格可不便宜 光是一瓶红酒就要上千 更别替他点的这一桌子才 这顿饭下来 没个几万是打不住的 今天是我生日 咱们好好玩 柳如烟端着酒杯 笑叶如花地对着包间里的同事们说道 那一副大方的样子 立刻赢得了一片恭维声 我也举杯附和了一声 心里却在冷笑 他这番举动分明是认定我会付钱 殊不知现在他表现得越是大方 待会儿就会越是难堪 达达 你来这么晚 该不会是为我准备了什么特别礼物 柳如烟款款走来 挽住我的胳膊 他身上浓郁的香水为扑面来 丰满的胸部若有若无地蹭着我 如果是从前 我肯定早就被迷得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的我 却只觉得索然无畏 上辈子我为了给他庆舍 花了一个月给他折了九十九斗玫瑰花 结果派对一结束 他就把花丢在了一片狼藉的现场 别急 我故作神秘地在他耳边滴雨 等会儿结束了 我再给你惊喜 柳如烟文言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哎呀 就知道你最懂我的心意 该不会是我看中很久的那条项链吧 我暗自忍笑 晚上九点 九过三旬 我看着手表 知道餐厅快关门了 我悄悄给禽兽使了个眼色 然后起身走向洗手间 出了包间 我直接下楼 在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下 我不其然 不到五分钟 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冷笑一声 直接挂断 柳如烟显然不死心 接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我索性关了机 悠闲地喝着咖啡 半小时后 我远远地看到一群人从餐厅出来 柳如烟面色铁青 正跟伊藤城低声争执着什么 其他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只有禽兽笑得像个二百斤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舒畅无比 不过我提醒自己 要专注搞钱 不能浪费时间 在这种无聊的抱负上 刚回到出租 禽兽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这家伙喜滋滋地 跟我描述刚才的情景 服务员拿着账单走进来时 柳如烟慌乱地四处找我 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候 他急得快哭了 所有人都悄悄盯着他看 服务员更是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最后几个同事凑钱 才勉强付清账单 虽然大家表面上没说什么 禽兽突然正色问道 我冷笑一声 放心吧 我看到他就恶心 再喜欢他我就是狗 好好好 你以前昏了头的样子 可把我吓唤了 现在总算是清醒了 少来教育我 我笑骂道 挂了电话 我不禁摇摇头 虽然禽兽说话不着调 但我听得出他话里的关心 想到这个在公司里唯一的好友 心里不禁有些温暖 周末过后 我刚走进公司 还没坐稳 就看见柳如烟带着伊藤城 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纪博达 你什么意思 我生日那天为什么提早走 柳如烟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 我懒洋洋地瞥了他们一眼 有急事 先走了 怎么 我还得向你报呗 我这句话把柳如烟对得哑口无言 他脸仗得通红 伊藤城健壮 立马跳出来替他出头 喂 你这人怎么回事 说好你结账的 结果跑了 这么穷酸你装什么呀 听他这么说 我直接笑出了声 我站起身来 眼神见了 我什么时候说要买单了 倒是你们 没钱就别出来装 你们是来搞笑的吗 这时候 整个办公区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伊藤城健壮 更是来劲 邓卓眼要上来动手 我丝毫不拒 继续质问 你跟人家说是我买单 我可没答应帮你买单 你自己请客吃不起 就想坑我 这话一出 伊藤城愣住了 狐疑地看向柳如烟 很显然 说我答应买单 只是柳如烟为了留面子编的谎话 他大概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 对他言听计从的跟班 柳如烟见事情被揭穿 也崩溃了 他红着眼圈 带着哭腔说 纪博达 你太过分了 我再也不管你了 我冷笑一声 正合我意 我也想告诉你 我现在只关心看股票赚钱 你最好离我远点 别影响我心情 以后见到我 请你绕道走 就你这个小职业 还想炒股赚大钱 怕不是想去地下赌场碰运气 伊藤城见柳如烟哭了 顿时心疼了 大男子主义爆发 他也不管买单是真是假 张口就来阴阳我 伊藤城作为组长 业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 而我不过是个刚入职的员工 按道理还在学习阶段 以前确实没少被他们看不起 但这些都是过去事了 你俩真是绝配 秦兽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过个生日要靠骗人买单 一个费洋洋附体 小心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他这话可谓是双重讽刺 柳如烟直接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伊藤城再也忍不住 一把揪住了秦兽的衣领 以他妈找死是吧 秦兽这么一说 还真把他唬住了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顾门经理的身影出现 伊藤城顺势松开秦兽的衣领 恶狠狠地说了句 你给我等着 就灰溜溜地走了 秦兽整理了一下衣领 得意洋洋地走回自己的位置 还不忘冲我眨眼 在之后 柳如烟和伊藤城再也没来找过麻烦 倒是听说他们俩好上了 每次在茶水间都腻外地不行 有时我还能感觉到 柳如烟故意往我这边看 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刺激我 我懒得理会这种幼稚的把戏 一心扑在股市研究上 很快 业绩考核结果出来了 我半路才重生 前期成绩拖了后腿 业绩虽然有所进步 但依旧给伊藤城和柳如烟嘲讽我的机会 这不是要做股神的纪博达吗 怎么业绩这么烂 伊藤城双手抱胸 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他得意什么 这次开会成绩最好的 是那个新来的沈幼主 这个事也让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他看着默默无闻 能力却这么强 比这两个有点成绩 就养武扬威的垃圾正常多了 我家伊藤城可厉害了吗 你八辈子都赶不上 柳如烟在一旁附和道 我没理会他们的冷嘲热讽 只是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分析报告 琢磨着之后该怎么服务客户 要不要我指点指点你啊 叫声一哥来听听 伊藤城把脸凑了过来 一脸细血 柳如烟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 别忘了求我 说不定我会帮你的 我瞥了他们一眼 冷冷地说 意外够了没 在我这儿秀恩爱 不嫌恶心 柳如烟被我一句话对得说不出话来 气得直跺脚 纪博答 你够了呀 就你这水瓶还想炒股赚大钱 赶紧回老家卖红薯德了 伊藤城双手撑在我的桌子上 眼睛里冒着怒火 看他们像两只苍蝇一样 在我耳边嗡嗡坐下 我也有些按捺不住啊 要不这样 咱们打个赌 要是下个季度我业绩超过你 你就辞职 敢不敢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眼神里充满了轻面 口气不小啊 伊藤城冷笑一声 那你输了怎么办 如果输了 我也不要你辞职 你就当着全公司的面 给我女朋友磕头道歉 怎么样 伊藤城的声音很大 整个办公区的人都竖起耳朵听 听到我们打赌 大家开始窃窃私语 大多数人都觉得我蠢 对此我没放在心上 只是冷声道 成交 现在滚远点吧 伊藤城还想再说什么 但这时禽兽从电梯方向走了过来 自从上次的冲突后 伊藤城对禽兽多少有些忌惮了 他丢下一句 等你输了 看你还能不能装下去 就走开了 大话是放出去了 我低头重新审视自己的分析报告 虽然我会炒股 但要说这个业绩 靠的是多方面能力 一时间我感到一筹莫展 刚才的赌约更多是因为 看不惯伊藤城和柳如烟的嘴脸财力下 但现在冷静下来 心里反而没了点 毕竟要在短时间内 超越伊藤城这个有经验的 难度确实不小 禽兽凑了过来 压低声音问 你和伊藤城打赌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不是要道歉了 前面刚夸过你 你咋就开始冲动了 我这还咋帮你 禽兽看着很心痛的样子 就在这时 一只纤细的手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 一个柔软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可以帮你 我转头一看 说话的竟然是沈又楚 他低着头 脸蛋红扑扑的 看起来很是害羞 真的吗 我有些惊讶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想到公司里最优秀的分析师愿意帮我 我傻了才拒绝 沈又楚轻轻点了点头 还没等我说什么 就匆匆回到工位 我去 艳福不浅了兄弟 禽兽见兮兮的几眉弄眼 这沈又楚可高冷了 公司平时谁敢靠近啊 我都羡慕你的运气了 滚蛋 我没好气地挥了挥手 转身回到位置 从耐天气 每天下班后 我都和沈又楚一起加班研究 虽然他说话声音很轻 但思路却异常清晰 很多我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的点 在他的分析下变得豁然开朗 随着接触的增多 我和沈又楚也越来越熟悉 秦兽没少打去 我们俩关系不一般 但我都没怎么在意 不可否认 沈又楚确实很漂亮 性格也温柔体贴 但众活一世的我更看重视野 对我这种白手起家的穷小子来说 这次重生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 这段时间里 伊藤诚和柳如烟越发高调 在公司里你们我弄 搞得整个办公室都不得安宁 有时他们还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 大概是想刺激我 但我根本懒得理会这种幼稚行为 一心扑在工作上 伊藤诚似乎已经把和我的赌约抛到脑后 或者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但我知道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很快 又到了考核的日子 前一天晚上 我正准备离开公司 沈又楚突然问我 纪博答 你觉得你会赢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 当初说要超过伊藤诚 更多是出于意识冲动 被这么一问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能做到那种程度自然是最好的 你一定可以的 沈又楚朝我挥了挥拳头 笑着给我加油 我哈哈一笑 随口问道 谢谢 话说你为什么会来帮我 沈又楚毫不犹豫地说 因为当时只有你出手帮我 虽然我只是单纯不想理那个人 大不了我就离开 只要有实力哪里都吃香 我正想附和几句 突然看着沈又楚的侧脸 一个熟悉的身影渐渐与之重合 那是我上一世跳楼时 在楼顶呼喊我名字的女人 是你 我不由地脱口而出 什么 沈又楚抬起头 疑惑地看着我 哈哈哈哈 没什么 我赶紧掩饰到 第二天 考核结果出来了 沈又楚依旧稳居榜守 而我的业绩也有了质的飞跃 一举超过伊藤诚 排在了第二位 伊藤诚的业绩却出人意料地下滑 跌到了部门中游 成绩公布的那天 秦兽看到我的业绩报告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深吸了几口气 才回过神来 兴奋地拉着我就往伊藤诚的位置冲 伊藤诚正低头盯着自己的业绩单发呆 秦兽二话不说 大声喊道 伊藤诚 赶紧辞职吧 对了 最好带上你那个小白花女友一起滚 听到这话 伊藤诚猛地站了起来 额头上青筋抱起 怎么 输不起又想发疯 我冷冷地看着他 伊藤诚听了这话 知道自己理亏 只能气得双拳紧握 眼睛都气红了 干嘛欺负人 这时柳如烟也跑了过来 指着我和秦兽质问道 业绩不如人就来耍无赖吗 你有病啊 看清楚 到底谁不如谁 秦兽拿起我的报告 在柳如烟眼前晃了晃 柳如烟看到我的业绩 顿时瞪大了眼睛 又看了看伊藤诚的报告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先道个歉来听听 秦兽又拍了拍桌子 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这会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围了过来 伊藤诚咬紧牙关 全身都在发抖 怎么 不会是想赖账吧 我冷笑着说 辞职做不到 要不你也给我磕头道歉吧 要是这都不行 我也不勉强 以后大家就把你当个软蛋看呗 我做事要走 这招激将法果然奏效 伊藤诚仗红了脸 憋了半天 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抱歉 但是还是没跪下 不急 法治社会我也没办法逼他 这个赌约只要能让他丢脸就行 到后面 也许不用我出手 他说不定都会因为丢脸而主动辞职 我转过身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次放你一马 以后见到我记得绕道走了 顺手给他看了近期投入的股票收益 有个十来万 伊藤诚和柳如燕的脸当场就黑了 说完 我搂着禽兽的肩膀 大笑着离开了人群 不可能 身后传来柳如燕歇斯底里的叫喊 你肯定是走后门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忆 办公室里就有人开口了 输不起就别玩了 还走后门 公司业绩系统都是实时监控的 你要是有证据就去找老板了 这句话立刻引来一片附和声 柳如燕在公司里其实人缘不错 但之前生日那时已经让不少人看不惯 这会儿大家可算抓住机会 狠狠对了他一通 对我来说 这不过是我重生后的一件小事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管过他们 后来听秦寿说 他们两个因为这件事闹掰了 柳如燕还骂伊藤诚没用 我知道近期几只股票会高涨 我也开始正式炒股 除此之外 我的业绩也蒸蒸日上 没过多久 我就成了公司的首席分析师 而沈幼楚也晋升为投资组监 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慢慢升微 但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之 转眼间几个星期过去 我正准备下班 突然被柳如燕拦住了 我皱着眉头看着他 而他则不停地打亮 站在我身边的沈幼楚 似乎想单独和我说话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 有事直说 柳如燕听我这么说 眼里突然闪着泪光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后小声说道 你能不能指导我炒股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的 柳如燕见我不说话 又伸手想来拉我 这时 我感觉沈幼楚在身后 轻轻点了点我的背 我心里一暖 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柳如燕见状还以为 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 我却一把甩开他的手 冷冷地说 没时间搭领你 再说了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说完 我拉着沈幼楚的手离开了 身后传来柳如燕崩溃的哭声 但我压根懒得回头 真的不理他了 沈幼楚小声问我 有什么好理的 我和他又不熟 我开着玩笑道 再说了 我喜欢的是你 听到这话 沈幼楚的脸刷得一下红吗 我心里暗笑 从那天起 柳如燕又开始频繁地纠缠伊藤诚 大概是想让他帮忙保住工作 但伊藤诚似乎也看清了他的本质 对他爱答不理 当然 没过多久 因为柳如燕拼命纠缠他 他俩都双双离职了 两年后 我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通过炒股也赚了几千万 沈幼楚选择离开公司 进入了证监会 在他的生日会上 我向沈幼楚表白 他含着泪点头答应 当晚 我给远在老家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老人家高兴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至于柳如燕 比起上一世 他这次的结局更惨 据说他被伺候 跟了个夜店老板 但没多久就被玩意抛弃 还怀了孕 他本以为能靠着这个孩子进入豪门 结果被原配长上门痛感一顿 流产后的他变得疯疯癫癫 住进了精神病院 真是可悲又可笑的一生 看着眼前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 我不禁感慨万千 众活一世 我终于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而真心待我的人 我也会加倍珍惜 这一次 我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